人情世故比能力还重要吗? 有人一听这个气就不打一出来 不,人情世故一定是看成负面了 首先这个能力本位啊 自古中国也不是没有 那么能力跟人情到底有什么关系? 你看西方都是强调能力本位的 我能,我就赚的钱多 在中国,你能首先干的活多 能者多劳 赚不赚的到钱多不多 不一定 那领导看情况 你跟领导关系好 说不定比他还重要 那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领导他自然想有个领导的样子 那么很多的领导 都想既有领导的威风 又省心 不该领导的事 又有很多钱 那谁不想省事呢 谁不想现场呢 那胖子也会拍马屁的 好像自己啊,了不起 其实这种心 这种领导已经烂了 我们不说别的 就说姚春雨嘛 那他必须得亲力亲为的 但是不是什么都他们干 那你不要领导了吧 那就农民他们每天什么都干了 那当官总要指挥 但最起码你对每一个环节 整体都有的了解 而不是说每一个我干都很行 那别人都不行 我才能领导 那不要类似他 那要你们干什么呢 所以这个观念 你得好好想一想 那你什么都不了解 也没从低层基层干过 你怎么当领导 你瞎领导 你只是上边那几个人啊 小瞧一瞧整天啊 好啊 干啊 怎么干不知道 很多领导都当成废物了 打到最后 我们再怎么说 你有的对比有经验之后 至少你看过 听过 外国人是没有中国人聪明 他搞不好要再过一两辈子 能做个中国老百姓就不错 那脑筋是死的 死脑筋 你上层的别看他们 那是早前资源掠夺 强权八道换来的 那没这儿 那船舰炮力不过才是三四百年至今嘛 到清末至今 所以没什么了不起 很快就要灭亡 复过三难 那你说过了三难 那还有一个整个地球运气的时候 中国几千年洋洋大国秩序 凭什么呢 总有点道理吧 又不以为然 我们中国话说回来 就是人情世故 人们把他 看得太负面 他总有好的一面 人意理直心 人际关系 人情往来 你来过往不应该吗 那什么都需要 但是这个当中 有人就投机取巧了 所以说是他们把这个词给变坏了 这时代一些占领高位的人 带领了不好的风气 那人际关系当然重要 你看日本管理 他也是注重资历 那后来他也起来了 那战争颓废之后 那怎么那么快呢 那中国其实他两个都重要